我已經沒有什麼太多的話可以說 因為一直以來感到很感動 那我剛剛在外面呢 有把我們律師團要發給各位的SOP再講一遍 所以我在這邊也利用這個機會再講一遍 就是說如果萬一真的發生任何的狀況 那麼有被抓到警察局 那你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我要找律師 那麼在律師還沒有到達之前 你就保持揭默不要再講任何的話 但是假設你真的嘴巴很癢 一定要講幾句話 那我們給你們的三句話就是說 我是自主公民 我是以自己的意志來表達意見 沒有任何人的指使 你把這三句話一再的重複 講到你嘴巴酸為止 然後呢 你口渴了 你就跟他要水喝 如果他不給你水喝 就是侵害你的人權 你可以跟他投訴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